媽媽吧 我爸爸說他看到新聞 只要有任何的什麼槍擊案啊 有什麼火拼啊 什麼樣 都懷疑會 你就在裡面 他自己因為他到最後我爸爸 我爸爸52歲生我 他83歲信耶穌 我們以前 節目有來一個來賓 他其實也是一樣 少年的時候打打殺殺 後來也吸毒 他們家善盡家產 他們家的家都給他吃了 毒吃了 他說 他在感覺到他去老祭的時候 他看到一件事情 他之所以改變是因為 其他的人家人都放棄 都沒有來看他 只剩下他 爸爸媽媽 從年輕的時候 他跟頭髮黑的 看到頭髮變白了 看著爸爸媽媽的背影走出去 他決心改變 好 裡面 你爸爸媽媽是不是一直去看你 我覺得有時候講到這個有點 捨不得 然後 我的父親 就是他真的很愛我 所以我在關的時候 他已經七十幾歲 那我在台中監獄 在雲監獄 其實我在裡面 也是 老老兄嘛 中部七土地圖 差不多在那邊 探聽一下 讓我知道 那我又不是說 混得不是很不好 因為這幫派一直存在 我們這幫派到現在還是有 那我爸爸在台中監獄 還有雲林 他去看我的時候 那他曾經寫一封信給我 他說 有一天如果你回來 你只要不吸毒啦 然後 如果爸爸還有能力 你要做什麼 我都幫助你 然後人的一生 要懂得四為八得 然後用 就寫 他寫信 手都會抖 所以我覺得那種 愛一直 讓我覺得 給我的動力 我想看到 我的生命可以改變 然後我的爸爸可以得到安慰 我覺得 那個過程是 是沒有辦法用言語形容那種心理的 那媽媽 我媽媽是 也很愛我 可是她是很傳統的婦人 她不知道用言語來表達她的愛 那媽媽也對我很好 像 到現在為止 我的媽媽還是照顧 就是我兩個女兒 現在都已經高三高一 公開都還不錯 不錯 那媽媽都一直很幫助我 直到如今 那最大的展面就是 你去接受福音戒讀之後 對不對 然後改變 然後後來你決定從 做神職人員嘛 對不對 這個原因是什麼 我覺得這些牧師很特別耶 我在華蓮 主愛直家 那個保牧師 他是個外國人 看過世的 他兩年前過世 那一些牧師 他為什麼要幫助我們這些 可以講說是 社會上的雜渣嘛 敗類啊 然後人家是好事老話說盡 你本來壞事作絕 那你為什麼還在幫助我們這些人呢 那我覺得很特別 而且我在主愛直家北港回來 我在裡面都亂搞啊 然後又又 又另案又 按鍵 然後每次坐飛機回到台中 然後就朋友就 毒品就預備好了 然後洗了幾天又回去 那 那個牧師都知道了 可是他還是收留我們啊 所以我覺得他們特別 那 也是在這樣的狀況下 我覺得 欸 我的生命難道不能被上帝使用嗎 那 有一天 就在一個很特別的聚會裡面 他說如果你願意 你走出來 那 就走出來三個 三個弟兄 就剩我一個 那另外一個還在服侍啊 就這樣子到現在 我覺得是一種感動 感動 你說你在主愛直家的時候還是亂搞 怎麼亂搞 他會這樣就拿毒品去啊 會拿毒品去啊 人家在戒毒中心 又拿毒品去啊 人家在戒毒中心 又拿毒品去啊 人家在戒毒中心 又拿毒品去啊 人家在戒毒中心 人家在戒毒中心 對啊 人家在戒毒中心 對 就是好像你沒有 不是你真正的好像要改變 雖然一開始有那個動力 可是去到那邊 不多久你又贏啊 所以我們整個身體有身體 心靈的層面 那心靈的層面好像沒有被上帝的愛得到 你吃到比較貴 你錢對來 那就一樣啊 就用這種方式啊 就是 比錢滾錢 賣毒 賣毒 你當時帶我 我有兩段婚姻 第一個太太呢 第一個太太我們都就離婚了 我知道 我是說 我已經結婚第二個太太是四年前 對 她根本不叫我耶 因為雖然我當傳道人 我生氣很壞 跟陳大哥講啊 我也很受傷 就是因為彼此的原生家庭 跟原生家庭之間的一些的關係 它是比較緊密型的 我們家是比較疏離的 那我有大人主義 然後我就覺得溝通上 沒有辦法很好 協調性 所以四年前結婚 但是已經訂婚了 然後再一半年了 原本要結婚了 然後對方家庭就說 喔 這個不行 這個生地瓜要賣萬千 你不要說 不要囉嗦 你就是我太太 他們家人都很擔心耶 他們全家人都說 怎麼會嫁給陳牧師呢 因為他們也會擔心 真的根深很不容易啊 對 不容易 不過這個黃啟銳大哥 就不擔心娶婆婆 對不對 因為走就娶婆婆 就要等了 我說跟兩位大哥比較不一樣 我在身上最大的就是債 債 債債 他本來我們這邊解釋一下 黃大哥本來是保全公司 網絡公司老闆 行李最好的時候 千幾萬了 公司的營收啦 我是大概在80年的時候 我就當退伍進保全界 然後中心保全 新光保全都帶過 然後我一直覺得說 我應該是做老闆的人 那麼就在85年的時候 家裡面給我了100 可是當然那時候 還有請人家一些些錢 處理掉 那時候我身上只有18萬 18萬我就下去開公司了 那麼早期保全公司 他的規矩比較沒有那麼的嚴 可以用所謂的管理顧問公司下去做 然後我就開始 18萬3萬我就開始用了 也不用選擇 85年5月24號剛好李登輝就職 我想說他比我比較好選 他覺得就對了 那一天是集日 集日 所以就在85年開始創業 創業的時候初期也是很辛苦 自己去照鏡 去照鏡要搭保全 不是 像中心新光的這種防盜系統 好 對對對 你要做保全 那可以了 我們公司怎麼 簽回來 之後自己去照鏡 怎麼又來 不然因為我們公司比較沒用 事實是沒有人 就說公司比較沒用 好酒減公斤 對 要用自己自己在電腦上 我在電腦的 就是管制中心的電腦室 前面大概睡了3年有 幾乎24小時工作 那時候我有一個五專的同學 跟我很好信料 那麼他家比較有錢 他就做汽車旅館 我就跟他講 那這個 你五十間半斤 抵到第一 也是最高營業額 不可能有第五十一個客戶 我不知道 什麼 現在一天都論過了 當然 老闆從畢業來一時就走 你 身體軟的點多錢而已 然後就跟他講說 是不是來做保全 他有興趣 就一筆資金進來 那進來之後 有錢就好辦事了 那時候就開始可以拆掉了 常常講一句話 樹大便有鳥蜜 人多就有業績 那就坐了 坐了之後生意就一直起來 而且我們那時候算是在 系統界 在那時候還算很好的 很好做的時候 現在就太飽和了 現在只說要害死人 人家去開保全 也是在台中 台中市 做到多大 我們大概目前 正恩公司我已經離開了 那時候 那時候我離開的時候 大概是應該有兩千多家客戶 哇 很大 所以當初有家嗎 你有家嗎 都有 炒母 炒母 我們母就是公司的第一萬天 稍等一下 對 不要就突然心想炒起來了 沒有啦 炒起來你就怕是 在那裡 好那市衛兄 所以那時候就 客戶兩千幾個 保全 背後是怎樣 那時候人齁 在 我只能說一久 人在倒楣的時候 幾肯在走 你也是一直走 那時候 自己覺得天塌下來手 也是擋得住 自己對自己太過於自信 太過於自信 那麼呢 我覺得 欸 已經沒什麼 沒什麼 挑戰感的那種感覺 那我又看到一個市場 那時候 那時候公司 因為我們 跟我合伙 合伙那個廖東 他是 跟我講他 他沒有設定目標 他只有一份 是有自己的薪水 可是 我們賺的 弄得到後面 因為 他有點類似 一元手機 你賺保全不用錢 可是我要跟你簽約 我慢慢慢慢慢慢收到 他好像這錢要怎樣 就是要錄完 對對對 那麼之後 我就跳過去做網路公司 幫人家架設網站 幫人家架設網站 也做得不錯 也不錯 那麼再有一個 因緣機會 剛好我 那時候我當家長會的會長 那麼我們裡面就有一個 自己的算是 也是會友 他是做 那個內衣的袋子 那種 一些曼代馬連 斯維爾 他們做 採缸 採缸 那麼 就是 剛好他們有一批貨 其實 曼代馬連的錫 跟 跟代案分的錫 是不一樣的 錫照背 對是不一樣的 可能做得不對 才要頂大衣 然後就在 然後就在 在聊天的時候 就覺得 啊這 很煩惱 整部會打回來 就要這樣做 好 那麼那時候就有 因為在做網站 然後 之前之前就有一個叫做 NG 銀杏 就把它帶進來說 原本這樣做一個NG內衣 會 那個銀杏作模圈 Gather ink violently 六十分是及格嘛 五十九是不及格的第一名 所以我就設定五十九 不及格的第一名 然後慢慢的就這樣做 可是但那時候就開始 像你做大 你就開始開始參加社團 社會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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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商會啦 一些社團裡面 慢慢的就會自己會浮起來 自己的身材也會浮 會浮起來 然後開始就大頭病了 公司一間開